就像二龙喷火 台湾外销订单正面迎战 红色烈焰狠狠被打趴 订单下滑总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不必用单一个统计数据 就来做一个过渡单U的解读 最新公布 5月外销订单大衰退 只有357.9亿美元 年减率5.9% 创下近两年最大的单月跌幅 未来恐怕也不乐观 财政部松口预期六月蓄衰 继续努力少谈政治 主要还是整个台湾的动力 去年这个时候原油的价格还110 现在只有60几 相关的像矿产品或者像石化产品 它的出口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 素橡胶原料反映国际行情 接单衰退16.7%和机密仪器 负成长16.5%名列两大产业 化学品机械也大减超过10% 唯有手机代工逆势正成长 看看来自日本的订单金额24.4亿美元 衰退幅度高达23.8% 已经连续9个月负成长 但是超过半数的衰退 还是来自鹿港订单 已经连5月衰退 大陆的红色供应链我想就是全部都有 尤其是面板可能是首创最深 因为大陆这个是他们的现在进行式 他们建了很多的面板厂产能都开出来 出口的衰退了 到最后会影响上市上跪的这些表现 那到底影响多大 需要进一步数字出来 出口差加上投资疲软 影响经济的成长动能 股价单位就有四家下修GDP预测 其中主技处最悲观 一口气从3.78%降到3.2% 只剩台积院一家上调到3.7% 电子零组件下半年 有一些杀手级的产品推出来 像去年的iPhone6 类似这样的产品推出来 就有助于我们台湾 不管电子零组件或半导体 或是光学产品的出口 有人看虽也有人乐观 但数字是警讯 当油价汇率红潮崛起 三方压力齐下 产观学界都该思考 台湾的下一个竞争力在哪里 东森曾经书拍摄 陈文杰台北报道 中红客 求述 点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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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献